你总说爸爸不省心 总说爸爸骗你 爸爸老了 爸爸没本事 爸爸哪里骗得了你 你说你有好好吃饭 你说你吃得好 住得好 爸爸也怕你骗爸爸呀 这里是你从小到大攒的钱 每一笔爸爸都记着 你拿着一定要吃好住好 如果生病不要舍不得看病 你还这么小不要委屈自己 家里都好就是惦记你呀 推到保护 是临时身份证的旅客 请走员工通道 请提前摘掉口罩帽子 不要让围巾头发挡住领悟 李叔 李叔 小舍叔 你怎么来了 李叔您怎么乱跑 您要急死泱泱啊 您赶紧跟我回去吧 我票都买了 一会儿就捡票了 您这么快就把票买好了 现在买票挺容易的 没什么排队就买上了 那您准备吃的跟喝的了吗 有 都有 你们父女可真嫌疑 李叔您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就上个厕所 好 李叔您拿着 这么多我吃不了 您拿着吧 这得花多少钱呢 您跟我这么生存干吗 你拿着吧 给 给钱 我拿着要您的钱啊 你们挣钱不容易的 我不能花这么钱 拿着 那行吧我不跟您争了 咱们去边上待会儿 等会儿泱泱吧 行 要不你上班去吧 别管我了 我一会儿就走了 李叔我没事您甭管我 还是手足好啊 这么大的车站 我还理得这么好 我刚才买票都没怎么排队 那是因为啊 现在没什么人在车站 排队买票 我们都用手机在网上买 特别方便 回头取票的时候啊 也不用手续费 拿身份证在机器上低的一下 就拿到了 下次啊您跟洋洋说 让她给您买 那是你们年轻人用的 可不会啊 特别简单 这社会发展太快了 你们能跟上 我们被淘汰了 谁说的 我妈妈手机玩得可溜了 都怪洋洋 肯定是她不肯教您 不能怪她 不能怪她 她教过我 我没学会 我太笨了 小史啊 你看你这小伙子 挺实在的 你跟我说实话 这洋洋 是和薛丽处在一块儿吗 好 对啊 他们俩一直住一起呢 他呀 总是报喜不报忧 什么都说好 有钱就寄给家里 可我看人家的孩子 也上班了 也挣钱了 可有的 连给自己买衣服 买化妆品的钱都不够用 每次春节回家呀 来来回回的 就那几件衣服 我又不能问 这一问呢 噼里啪啦的跟我说上 一下午 把我都说糊涂了 我也不知道是说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次我来呀 我看了一会儿的这衣服 拉成都是绚丽的 我就想啊 这一个女孩子家 在外边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小史 你跟我说实话 杨洋过得 到底过得怎么样 她过得呀 特别好 您是不知道 她可神奇了 杨洋在他们单位那 都是横着走 而且她现在呀 还是我跟淑晨的老大 使唤我们俩使唤得可溜了 我们还不能反抗 谁让客户是上帝呢 您啊是关心则乱 杨洋她不像绚丽 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 她朴实啊 这点随您 我看网上说 说要是生了女儿啊 从女儿出生的那一刻起 爸爸就从君王变成了马前公 哪怕到了八十岁 只要女儿哭了 就是拿着拐杖也得出去 跟人拼命 这说的可不就是您吗 您说杨洋都多大 您还这么放心不下 走吧 我看着叔叔上的车 吃的跟喝的也都给她备好了 她心情也不错 放心吧 我跟你爸说了 下次她再来北京啊 我带她去爬长城 不到长城飞好汉吗 我们俩还说好了 回头我去四川 他让阿姨准备上好的棉花 给我团体房扎扎实实的棉花被 说起来啊 咱们也好久没去里头了 下次就去你家吧 好 我还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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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你这表情 看得我心都要碎了 我爸真的没事 他肯定怪我 不可能 你是在放那心尖尖上疼的孩子 他哪儿舍得怪你啊 他就这么走 一定很难过 没有没有 笑得可乐呵了 你不懂 爸妈都是最好的演员 傻瓜 他就是担心你 天底下哪有不担心自己孩子的父母啊 你长再大走再远 都是他们身上的一块肉 你啊 以后别再为了工作不回的信息就成了 平时连一分钱都不舍得花的人 干吗要坐那么久的车来看我 哼 有那热情 买掉什么吃不好 疼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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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觉得嘴硬心软 憋憋憋憋憋憋的李泱泱 这么可爱呀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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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这几天你先住绚丽那儿 你东西我刚给你搬过去 来不及捣腾了 去吧 妈 丛丛啊 什么事啊 没事 就问问你们中午吃什么 干吗 你要回家吃饭 不是 我不知道吃什么 问问你们找点灵感 我们吃得很好 有鱼有肉还有青菜 就是咱们买的那个水芹菜 水芹菜炒豆干 再呛上点黄牛肉 那味道特别好 行了行了行了 您甭说了 您再说食谱都说出来了 这么着 我晚上回家吃饭 您给我炒一个吧 好好好 挂了啊 背着我吃这么好 看我给你一个闪电突击 爸 妈 我回来了 看看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呢 你这孩子 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我这也没准备什么菜 你这 你还骗我说你不回来了 你这给我玩用机站呢 别磨蹭了 赶紧给儿子弄俩菜去 行行行 妈 妈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就吃这个 没有 我今天不是懒得做了吗 我跟你爸一商量 我们俩说喝点粥 就不弄菜了是不是 咱平常猪股都弄了